主人在一旁轻声呼唤 毛茸茸的金吉拉铁毛清理身体 模样十分可爱 和主人追着球丸还不断转圈 活泼又好动 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意外病得严重 猫咪咽咽一喜躺在床上 隔天就突然死亡 他就一直发烧拉肚子 所以我合理的怀疑猫瘟是在那边得的 那这是另外一家医院开着诊断证明 所以他不仅有猫瘟 然后还有冠状病毒 那猫咪得冠状病毒 其实就同等于绝症 因为这没有办法医的 拿出检验报告 陈小姐很难相信 十月底朋友花了两万两千元 买下爱猫 带回家却发现猫咪拉肚子 赶紧带猫咪就医 两个月花上两万元的医疗费用 但十二月九号还是不自所谓 把内脏都已经泡到腐烂 然后肚子都发黑了 其实已经没有救了 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宠物店 能够给我一个交代 证明这些出处 都是来自于对的地方 指控业者没提供疫苗证明 以及猫咪出处 只能求助消保官申请调解 借实际查证店家是否向投诉人指控 有猫瘟流行导致爱猫死亡 店家低调表示老板不在无法回应 专家建议购买宠物并免争议 切记领取施打疫苗证明 否则一旦出现纠纷 谁也不愿意看到 为了心爱宠物生病难受 最后得跟业者对不公堂 借杨中盛 笑语山西美市采访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